随着主赛判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呢 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 来看一下这球 直接打向球门的圆角 这球擦着球门力柱偏出啊 一出外援三叉戟 所想要达到的一种进攻效果 就是大连人队肯定会往前压 那在这种大举压上的情况下 如果进攻线上三万元 汤州熊市队有点打蛇打七寸的味道啊 就是叫着你边路的这种空档比较大 所以说前场的这几名球员 得球之后也是不断的再去 大范围的长转转移 现在看看奥斯卡这边 已经是到了进群里 大门 这球无眼 出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及时啊 五个人的人强 后面23号伤眼 还搭一个防地滚球的第二重防守 直接的一脚重炮 来自于坎特 这脚球打的虽然是势大力尘 但是位置比较正 中场断球 长篇球给边路 这是商隐 给到了曼巴的脚下 观察中路队友的位置 传终球给进去 投球攻门 来自严相闯 这球顶的位置正了一些 一定要补足 你无法想象的补食事件都可能出现 昨天还真的是 先看一下这个球 满巴打到门前 这球危险啊 少普亮刚才这球做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扑脚 这个整个的动作还真是非常的连贯 小球 前点的一个投球后蹭 大连人队的投球攻门就挺高了 可是这五分钟的时间里看的 这种效果没太起到 因为大连人现在基本上老虎不出动 整个防线收的还是比较紧的 这个球突然有机会啊 突然的一个长传球打到进区里 奥斯卡给和赛坎特做球 场上的比分被改写了 大连人队的这个防线啊 整个上半时比赛高位压的时候 没出现更多的丢球的漏洞 突然的长传球 在进区内奥斯卡的身边啊 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贴住 这是来自于林创意的传球 所以这就是球迷朋友们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所提到的 就是在拼谁掀出失误 谁抓失误的能力强 苍州雄师队下半时比赛 开场阶段做到了这点 然后在中场 萨比提这球断下来 长春球继续去找奥斯卡 奥斯卡到了进区里 等待着队友接应上来 自己选择小角度打门了 这球所打门的位置角度太小了 那双方对于这个落点的争抢 大连人队拿到了 特索涅夫往中间的位置改 哎呦 这个球两边有点抢了 这边有机会打门 这个一顶太关键了 从这个位置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球呢就是万八冲上来可以打 然后边路那个位置呢 吕卓亦也可以打 但两个人这一让 球权就一下子丢失了 比赛打过7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 苍州雄师队比分上还是1比0领先 这球倒进区内有机会 替补上场的特索涅夫 这个球呢半转身的打门 再看一下刚才的这一次进攻 这是替补上来的38号 吕卓亦在对方进区前 还是 不是萨布利奇这边 也在向主裁判来去表达自己的 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主裁判的意思就让吕鹏 这时候就不要再说了 针对这个就吵起来 然后把情绪给 激化成这样 这个球在进区内王鹏的防守 大连人队有球员倒地 这一次空防还没有结束 大连人队还有机会 凌空打门 这球打尽了 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 大连人队这边在禁区内 获得了一次很好的射门机会 在一片乱战当中 最终是完成了破门得分 这个原则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就不管你怎么样 说是有投诉 或者认为对方有犯规 但是呢这个比赛 坦特这球给到了边路 奥斯卡 奥斯卡自己选择了突破 然后紧接着传中球 给到门前 这个球关键时刻无眼 这球接的还是非常的稳的 好 与此同时 本场比赛的当支组裁判 沈严豪吹响了双方 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